好 好 多虎 可憐 魚的技術越好 魚的 身體的認真不越好 比魚的更多 比魚的更多 這個廢物很小 過度捕捞的狀況之下 它要提前性成效 這野生在地獄網棒 你不知道魚的大隻小隻 產業的發展過程中 不能忽視我們生態正在面臨危機 如果說我們可以真的留一點什麼東西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把海洋資源留給下一代 字幕提供 三月中基隆外海一早風和日曆 看似出海打魚的好日子 魚家們卻越釣越洩氣 它在20米的地方或是40米 整排都是紅布隆東的 跟過去比差很多 差很多 以前我們一出海隨便看就是 就找魚隨便找都有 就整個 魚探顯示水下30公尺有動靜 海面上也有一群青魚正在躍動 看準位置跟海流放下釣溝 海域內繞了又繞 魚竿那端始終靜瞧瞧 空手而歸的大魚人在 不發生太多 那已經被捕了 沒有這麼難了 不可以 那魚要不斷,要不斷 這魚要不斷 魚鷹自我解嘲 其實是對現實的無奈 我一隻一隻都要捕多重 一隻都捕多重 現在我們在多四五年以後 很慘 還有少,還沒有 其人的捕魚其實越好 魚身體的認真不太好 這魚要說得越來越少 魚越抓越少又越抓越小 不願面對的現象 似乎悄悄發生中 難道大船入港 豐收只是表象 樓中大魚火跳跳 正中午的高雄鵝阿寮 魚市拍賣場人聲鼎沸 這一頭趁金潤梁 那邊盤上忙搶標 不過採訪團隊和學者的目光 都聚焦在一旁的小籃子 這個白褲心 它應該是慢慢進入季節了 這個如果以我們查到的資料 32公分來講 這個都還沒有到32公分 任職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的 魚博士何宣慶 2023年從集散第一線 展開新的調查 體型縮水的不只鯨魚 掏客心裡的台灣十大鳴魚 榜上也有名 這個歐瓦非常小 這個歐瓦的參考值是31公分 它的百分之50 新乘舟體長是31公分 這個你今天看到的幾乎沒有 我的手是23公分 所以這大概20 大概19 20公分 哇 這個完全都小於那個 那個參考值 這大概多大 這個喔 這個大概10 12公分 對啊 那LM50是代表說 它其實是一個百分之50 性成熟的一個大小 那這個在漁業上面 他們可能用這個來表示說 達到這個標準 它就可以維持它的族群 假設某個魚種的LM50 參考值是18公分 意思就是小於這個體長的魚隻 超過一半的個體 無法繁衍後代 綠色和平組織跟學者 以近十年前的文獻為基準 台灣沿海近海經濟魚種 白富青最危急 百分之百低於參考值 歐瓦樣本數最多 比例也多達99% 餐廳最常見的竹甲魚 碼頭魚 冰仔跟白昌 都有相同狀況 這兩個都是歐瓦 大的跟小的 那一般來講 以前其實大家喜歡吃這個大的歐瓦 就應該這個價格很高 這麼大的魚 它可能在過度捕撈的狀況之下 它要提前性成熟 小型的魚類 它的孕暖數低 它的軟的品質差 所以它反而孕育出來的下一代 它的存活率是更低的 這個我們都可以預見 讓黑猴如果繼續用這個方式抓 大概就會有類似的狀況 來到魚市場的外圍 未成熟的魚汁也比比皆是 魚體變小 成另一種逝者生存 為的是防止族群被一網打盡 我們實際來到 柯仔寮魚港的拍賣市場 主要的魚貨 在這裡面批發給盤商之後 剩下同樣被網子撈起 體型太小的 經濟價值較低的 就會被歸到這邊的下雜魚中裡面 用來當作飼料 但是其實也有很多 類似像是龐仔這樣子的經濟魚種 因為還來不及長大 也被歸到這邊的籃子裡 到了下雜魚堆 不分龐仔跟恰章魚 因為剩餘價值 對店家來說一樣低 大的一斤530 小的一斤330 平東東港華牆市場裡 客人已經上門點貨 去塞儲內臟越快越好 市場機制止工虛 這野生的魚網放了 你也不知道魚怎麼這麼小吃啊 這生涯基本上抓起來沒有 像蠔女駕駛駛也不會賣 撞回去也不會賣 所以幾天拿來賣 對啦 叫經濟價值的 現在都被賣了 經濟價值 我跟他拿都是 幾乎都是拿這些6本 都是青海魚的 對啦 經常來這裡買魚 你就覺得最近的魚 越來越多吃嗎 你對你做生意的 可是還好呢 阿姨這邊的貨 它一般都是 大概都是價值 可是它的 大跟小 對我說做生意的剛剛好 向海洋過度預知 終有一天 大家恐怕沒魚可吃 要立竿見影 得回歸法治面 其實去年在帛琉附辦的 我們的海洋大會 我國特使環保書長張紫敬 才向世界宣誓 海洋保育法定定 勢在必行 早安 早安 女士們 今晚 把海洋進入 會被動 לrive 2023年3月3號 聯合國正式宣布 通過 全球海洋公約 具體的做法 要在2030年之前 落實保護 全球30%的海洋 而捍衛海洋 台灣 跟上腳步了嗎 早在2019年 海洋基本法通過 確立台灣必須通過海洋三法 然而三年多過去了 海洋保育法 海域管理法 指紋樓梯想 僅由海洋產業發展條理草案 跟著上任的新內閣 有望在2023年兌現 抢救漁業下一代 正願訴過海保法 海委會評估之後 暫時可能還是維持現在的案子 那既然海委會評估是這樣 那我們就會予以尊重 那會盡速趕快來提院會來討論 這會期我們一定努力這會期送 其實不管什麼時候送 最重要是這個會期一定立法院要接到 產業扶植準備發車 如果缺了資源保護的剎車機制 又是另一個浩劫 其實我們可以理解 政府希望產業會發展起來 可是產業的發展過程中 我們不能忽略 或是我們不能忽視 其實我們生態正在面臨危機 這個產業只是一個 飲鎮止渴的狀態 就是它只能發展一下下 可能就沒有辦法 漁業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海洋生態產業 生態如果變得不健康 其實最後它所造成的結果就是 這個產業是不能永續下去的 不論民間版或政院版草案 重點都在明文確立海洋保育區 法條說明之中參考的代表性國家 美國設立兩千多座海洋保護區 澳洲是地區生態發展保護區系統 帛琉則是把專屬經濟海域80%列為 淨財補庇護區 而瑞典丹麥跟德國在海洋保護區之內 再設禁魚區 重重限制約束人類捕撈 因為還有個不容忽視的複合因素 地球環境變遷 雨體變小還有另外一個原因 可能是海洋環境的改變 例如說近幾年來的氣候變遷 甚至我們正常地球的海洋 數十年的一個週期性的變動 也有可能造成 當年度的雨體會變得比較小 有關於這個雨體變小的 這個可能要 例如說可能最多只能追溯到 例如說像雪儀這種 有一百年的這種漁獲資料 你可能採樣要全面吸 你可能採樣偏差 就會造成這個雨的大小 可能會有差異 例如說我可能捕捉的這個海域 甚至時間 我捕捉的季節 可能會造成雨體比較小 那這個是洽視洽 像我們在這一次的調查 其實數量比較少 所以我們會再繼續增加資料 然後看看能不能有一些 有效的分析 追蹤調查需要時間 有更多的數據堆疊 才能對群眾形成說服力 像這樣子放著 放在一個明顯的地方 它用一個水平面拍 大部分是可以量得到的 看這一隻的話 其實這個是大概十六七公分 這一隻更小 所以可能大概十一十二公分 顧及漁犯感受 數據蒐集靠對比不能當面丈量 民間調查團隊培訓行程中 也不乏年輕成員 因為我算長期都在這邊 會去做一些生物的採集 然後也會慢慢就會發現 它可能生物的多樣性 可能會稍微比較變成一些 常見的物種而已 或者是它的量可能會比較沒有那麼多 然後所以就會有興趣想來參加這樣子 可能要持續一段時間去研究 去看它們體型的變化啊 什麼價格的波動之類的 才可能去了解它們實際上 是不是會有受到影響 有可能就變成你只剩下一些 養殖的魚類 常見的養殖的魚類吃而已 可能海鮮就會比較 變得沒有這種東西這樣 下一代雨季猶存嗎 這是地球暖化 氣候變遷 人為污染過度捕撈 在海洋上演的危機走河 如果說以父母的角度 大家其實是很想要把最好的留給下一代 顯然我們現在看到我們的環境也好 然後看到我們這樣的漁會資源 被過度利用也好 這其實是很不利於下一代的 如果說我們可以真的留一點什麼東西 我們真的要把好的東西留給下一代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要把海洋資源 留給下一代 當魚類也面臨少子化 大海未來會給出何種回應 觀看人們如何面對現在 好